大家好,我是方方老师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布格谬勒乐练习曲的第21首到25首 那今天分享完最后一集的布格谬勒乐呢 我就会进到下一个彻尼89的练习 今天呢讲的是布格谬勒乐的21首到25首 我们先听21首天使的声音 它用怎样的音形去形容天使的声音呢 我们都知道天使是非常的美丽 而他的歌声一定非常的迷人 他是用一个分绝和弦 整首曲子都是这样的音形 都是一个爬音式的一个音形 好像那个竖琴 很美的竖琴的那个感觉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也是要把它变成了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的词组和句子 这时候它的声音听起来会更加的迷人 而且我们能清楚的听出它的乐句是怎样子的 另外呢 我们的身体要带动出这个旋律的这个曲线出来 最后个音是最高音 要把它慢慢的推出来 身体轻跟着这个旋律的方向走 踏板要控制到前面浅 后面深一点 后面力度小而深一点的时候要浅一点 所以踏板是不断的深浅在调整的 然后用耳朵在做判断 应该踩多深或者多浅 好 第一个持组 找到它的最高点 应该把它最高点把它圈出来 这样的话你知道它你的倾向是走到哪一个音 第二个小持组 第三个句子慢慢的松上坚强 第四个小句子 这就形成了一段 这一段里面高点是在第二行 第二行送出的力度 那个剑墙 这个剑墙的时候要慢慢的加一点指尖的力量 把声音弹得更饱满一点点 好这个时候我们去听出它的剧法 它的段落了 好第二段 这是一句 然后这里的音型又是跟前面有不一样 就是左手的上行再加上右手的下行 变成好像一个对话的感觉 这里轻轻的烘托上去 身体也是走到最高点 然后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往下移 好这里换成左手是主旋律 右手也是分简和弦 但是它是伴奏 所以它要非常的轻 左手加点指尖的力量 下一段 转接到下一句 它不断的弹出它的曲线 一点点的送上高点 左手的声音更加的厚实 有一个小和声 声音变得稍微的弱一点 这一句慢慢的渐弱 然后推出去 收回来 最后有一个言音记号 所以当声音慢慢的消失了 然后手再慢慢收 然后脚再慢慢收 让声音慢慢的在空虫里面消失 这时候的声音是最美的 好跟着我分享第二十二首传歌 这首传歌呢 它也是用八六拍子来描写的 那这种八六拍子 我们说了前面是那个塔兰太 上一级别 我上一个集的时候 我就有讲过八六拍子 要不然就写上那个毒蛇咬动的 那个塔兰太勒舞曲 要疯狂的跳舞 然后第二种呢 就是这种传歌 传歌呢就是也是用这个八六拍子 这个强弱 负二拍子的感觉 来弹出 那种水波荡漾的感觉 而且一般都是稍微的比较缓和一点 这里用的是一个小航板 非常美非常美的曲子 然后它运用的调性呢 是用降A调 这也是非常柔和的一个调 所以作曲家他会选择用八六拍子 又会选择用降A大调 来写这首曲子 前面是很弱很弱的开始 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声音做好准备了 非常非常的弱 但是那声音不能就说飘了 这里面呢 虽然没有写踏板 但是你们要加踏板 前面第一个音轻轻的踩下去 后面的后面一个音呢 轻轻的放出来 后面的踏板就是你要换和声了 你就跟着换踏板就可以了 好前面是两个小句子 那第二个小句子的话 小持住要把它的前面的力度 要更加的厚一点点 前面是两个P 跟着第二个小持住 你应该去到P 这样收上去 然后这个地方 在一个一个音的往前推 换踏板 前四小节呢 就是在倾向于这个SF的这个音 好 然后到第二个小句子 这两个呢 你可以有一点变化 就第一个浓一点 第二个淡一点 然后再烘托出第三个 踏踏板 换和声的时候就换踏板 倾向于这个SF 好 开始进入它的主题 这里面像两个在对话 两个在对唱 进入它的乐曲 这是第一句 这个右手呢 有一个方向 然后加点指尖的力量 让它的主旋的音 更加的厚一点点 然后左手贴键 很轻很轻 而且它的不断的是 这样子的一个伴奏音型 把这个伴奏音型呢 做好它八六拍子的韵律 这个手就非常的好听 第二句 第二句呢 感觉比第一句更加烘托上去 好 第三句 这里是一个线条 一个曲线 一个下一个条 又把它又轰托上面 下一个里度 经过句 呼吸进入到下一个句子 红头上去 它的力度 轻轻地带出来 走到这个音 再热一点 踏板踏一点点 很浅很浅 但是要踏 一个踏板 再换一个 再换一个 轻轻等到声音慢慢消失了 先把手慢慢收 再收脚 然后等音乐 轻轻地在音乐 空气里面消失 就是这个时候 你才能结束你的乐趣 就不要突然间结束了 这个延强技巧 是非常美的一个结束 跟着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第二十三首 归来 这里面呢 有一个技术弹点 在于它的 左手 八度的跳音 重要的第一个音 我用指尖的力量 把它声音带出来 右手双音 每个音把声音抓住 一个个把声音抓住 好 加上左手 好 里面呢 有三度 三度的连奏 运用手腕慢慢地带过去 注意它的指法 像这个六度音 的连奏 然后我们放开它的这个大拇指 连着下一个 再放开大拇指的这个音 再连下一个 对 像这样子的话 我们都要抽出来练习 而且一定要固定下它的指法 后面这一段 这一段的 这一段的断奏呢 嗯 它的难点是在哪里呢 因为它主要旋律在最高音的这几个 这几个音上面 所以在触奏的时候 虽然两只手同时下去 但是呢 高音区多一点指尖的力量 一个一个一个把音收出来 然后指尖高音区加上一点指尖的力量 我们再听一下它的旋律线条 这是第一句 好 这个时候你要用 运用你的耳朵 去聆清出 它的那个主要线条 在这几个音里面 是否突出了 然后你是否加了 在主要旋律里面 是否加了指尖的力量 后面这里的音区 到了这个稍微比较低的音区 然后用一个爬音的那个上行 好 而且把那个力度慢慢的烘托出来 第二组 第三组 第三组 又回到前面的那个音形 好 这里面长音往前推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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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渐强渐弱的感觉 回到最后的和弦 不要着急 因为有一个延长记号 好 慢慢等声音消失 然后你再把手收回来 这里呢 每一首曲子的结束都非常的重要 这个结束代表着一个很好的一个音乐的一个修养 而且代表着你的演奏 最后能不能得到大家的共鸣 所以呢 最后的一个音 最后的结束 我们都是要抽出来练习的 非常的重要 也许因为你这个漂亮的一个结束 会得到很多的掌声 好 这就是23首 24首呢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曲子 叫做燕子 它呢 是由一组一组的16分音符 分解和弦的16分音符来组成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把主要的旋律在手 右手的两边跳动 这时候看起来就像一个燕子 在天空上自由的飞翔 所以这个动作要非常非常的美 除了声音很美之外 动作也要非常的美 另外呢 你的要就是要抽出来它的那个力度的那个层次 练习的时候先把这个重要的音先抽出来 然后让学生感觉到 这里是一个小句子 下一个小句子在哪里 第三个小句子在哪里 就是抽出主要的旋律 把句子的感觉先找到 另外呢 因为这是主要的旋律 所以呢 我们为了抽出主要的旋律 我们加了指尖的力量 这中间的这个右手 这个伴奏音型呢 要非常非常的弱 就是轻轻的抚摸着钢琴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的踏板呢 也要做深浅的一个控制 然后弹出它的这个音乐的曲线 第二个小句子 第二个小句子 形成的一句话 第二句 就是我们要在这个一串的音符里面 要找出字 词 句的感觉 好 这也是一个段落 到第二个段落 而且你弹主要的音的时候 你可以适量停在琴键的时间 稍微的长一点点 就是不要就是16分音符就完了 这个时候你就突出不了旋律 所以你可以稍微时间长一点点 就是这一串的主要的旋律 主要的旋律 这时候和声有一点不变化 有一点更加柔弱一点点的和声 变成了一种对比 就是这个和声 下一句 建签强 一度伸上去 突出来 第二句 最后的一个建签强 轻轻的带着过去 音色好像在抚摸钢琴 轻轻的触摸琴键 最后一个音可以稍微等一等再出来 这首会更加的美 在这个结束的时候 好 最后一首 二十五首 骑士 这首骑士呢 它用的音型呢 就是首先是以断奏为主 和弦式的断奏为主 那这时候我觉得我会用这个贴键反弹的这种方式 来弹出这种有弹性的 这个有弹性有力量的这个和声 代表着一个勇敢的骑士 这两个合起来是一组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力量 不要用两个力量 这就不好听 我要变成一个词组 走到这个音 这是前半句 这是后半句 四个小节 完成一个小句子 跟着下一个小句子 推到高点 这就是第一段 第二段先是一个上行的音节 倾向于这个G音 好 身体带动它过去 这里面有力度和音色的变化 前面是向往着阳光的 后面是有个轻弱的一个短奏 像这样子力度的对比一定要做出来 这个时候这个感觉才更加的丰富 好 又回到那个主要的这个句子 好 跟着的在前面都是属于第一大段 好 第二大段的时候 它会用一个跑动的一个音形 再加上左手的这个 这种伴奏 好 这时候右手的曲线要非常的流畅 把最高音的音推出来 然后弹出它的音乐的曲线 这里是这个段落的一个高点 然后这个地方呢 因为它有第一个音区和第二个音区 这个音区和这个音区你可以做绿度的对比 比如说第一个是从弱一点开始的 第二句可以在高音区可以再稍微的强一点点 或者反过来也行 前面强一点 高音区弱一点也可以 但是你要做出声音的变化 另外呢 是要有一个长线条带动子 好 第二个句子呢 又是前面这个句子的一个反复 弱一点 弹出高点 弹出高点 这两句的高点都是在后面 好这里又回复到主要的旋律 因为它的力度的变化 所以我在弹的时候 我是不断的调整我的指尖的力量 有时候弹的弱一点点我就用一点点 有时候我弹的要强一点 我就用的更多一点 好后面这两个都是断奏 但是左手的断奏显得是比较的重要 所以我是用贴键反弹 右手就轻轻的把它带出来就行了 这个厚度要弹出来 后面因为这两个我都需要它声音比较厚 所以我就用直上直下 走到这个音 然后这里面是有个负点音符 这个地方经常会很容易弹错 所以是一个凑出来的重点练习 那个小音符也弹得非常的弱 跟刚才的一样但是分解了 又到了这个音符 好这里是上行的音阶 上行的音阶记住坚强 走到这个音 后面的音要要求把每个音都弹得非常的饱满 最后的声音再结束 加上踏板 第二个合声弱一点 再往前走 等一下再出来 稍微等音结束了以后再慢慢收 记住每一个结尾都非常的重要 这是你获得掌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那今天呢 我就把所有的布格谬勒勒的曲子都已经跟大家分享完了 都是我多年的教学的一些心得 那在我教学里面呢 我会把这个布格谬勒勒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练习曲 因为在这套练习曲里面 建立了学生对音色还有手指的各个关节的促键 产生不同的音色 不同的方向产生不同的声音的感觉 包括句子线条结构都是要在这个小曲子里面 要跟打基础把这个最基本的概念来让学生 让小朋友能掌握那这个时候他就好像画画一样 他有了很多的色彩 那到后面他才知道怎么样把这些色彩变成更美的图画 然后在训练的时候以五首为一组 以五首为一组 谈完第一首 第二个星期谈第二首保留第一首 第三个星期谈第三首保留一二首 第四个星期谈第四首保留一二三首 第五个星期谈第五首保留一二三四五首 然后再停顿两个星期把这五首达到你训练的目的 然后到这个二十五首全部弹完了以后 我建议让小朋友开一个小小的音乐会 这样子的话会巩固 就让他们把二十五首曲子完整的把它弹成一场音乐会 这个时候呢小朋友就会在这个音色上面得到很大的提高 而且我建议呢每一首曲子呢 都让小朋友去讲一个小故事 把它对声音和色彩的感觉跟绘画相结合 跟他想象的故事相结合 这个时候他弹出来的东西更有味道 而且在布格谬了的时候 一定要鼓励你的学生你的孩子去把你的身体上面 和对听觉上面对声音的所有丰富的色彩 包括音乐的感觉都完全的释放 因为这个时候完全释放 将来你弹古典曲目的时候 你再做一点的收敛的话 这个时候因为你前面知道释放的时候是怎样子的 当你收敛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非常的自然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练习 那到后面呢我会跟大家分享八四九的练习 八四九的练习曲呢 我觉得是古典时期打基本的 它的技术练习非常重要的一本练习曲 也是我会让学生整本书仔细的完成 达到这个要求的一个练习曲 所以希望你们继续能聆听我的课程 谢谢